Hello 大家好 我是Carrie 溫哥華的地產經紀 大年初一 農年 祝大家新年快樂 恭喜發財 農買精神 身體健康 小朋友學業章譜 我們的大人 財源廣進 升職加薪 今天是大年初一 播出這個影片 我們穿這件紅色衣服 學一下 我今天也做了新的紅色指甲 第一次做這顏色 機制好像流血一樣 有點恐怖的 我們今天大年初一 跟大家看不一樣的東西 如果大家記得Carrie 我之前有拍過幾次 有關於Concord Greenhouse這個項目 這個項目其實都買得差不多 沒什麼東西買 所以今天這條影片不是買樓片 是分享美的影片 因為是Carrie很短 為數不長的 地產經紀 樓花經紀 生涯當中 見過Concord最美的showroom 當初我記得是去年 在草地圖上跟大家分享 Panorama Collection 分享到我自己都流口水 Fall pan有漂亮的 然後廚房的設計 也跟以前很不同 有那種好像點雅的 歐式Style 又有日式Style 當初去賣Panorama Collection 我買了的幾個客戶 其實都是沒有showroom看的 因為當初這個地方從未完成過的 到它真的完成的時候 其實這個Panorama Collection 已經差不多是沒有了 就算有都要上位置 要等了 所以變成了 但是是不是不拍給大家看 又不要那麼漂亮 跟大家分享一下 希望之前買了Panorama Collection 我買了很多的朋友 無論你是通過我買的 還是通過其他經紀買的 或者直接跟Concord買的 都有機會在網上去看看 實際上你們將來買的產品會是怎樣的 這個是我最喜歡的廚房 Syra Collection 我都很希望我將來有個 Condo或者有個單位 可以有這樣的設計 其實如果住在西區獨立屋 或者Burnaby 車華大屋 就沒有什麼稀奇 因為這是一個很house style的Condo 甚至有些可能美麗很多 但是如果作為我們住Condo 尤其是現代Condo 譬如說這幾年 這十年內 要去找一個這一類 好像獨立屋 歐式Style 特別我們香港人喜歡的Style 就真的比較難找的 這次大家看到這麼大的廚房 它主要是Panorama 或者Penhouse Collection 如果大家買Greenhouse這座樓 現在還有一些選擇 是樓下Vista Collection 即是二十多樓 三十多樓 還有少許機會可以用到這個Color Skin 但職位的廚房是不同的 沒有那麼大 如果大家買低層十多二十樓 今天就只有看字 大家享受一下 因為會用回之前那一款 我們看看它有什麼特別 或者是怎樣 它的Color Tone 主要是白色的廚櫃 有些玻璃格子櫃 還有白色的檯面 而白色的檯面 它用的Corsair 就是有少少淺灰米 還有帶少少黃黃的紋 配合它大部份的Handle 都是這些金色的Handle 還有這些Handle 還有那個叉油煙機 這兩款都是Panorama 我們今天會看兩款廚房 Cira這款是復古歐式的 它的特別之處是 它的叉油煙機 會幫你製造外面的Cup 會有這些Molding Light 這些是大部份Condot 所以現在都不會有的 那叉油煙機是藏在裡面的 然後而且… 開椅子 還有一個特別之處 就是像House 它會在這個爐頭上 加多一個水喉管 這個有很多不同的作用 你炒菜煮東西的時候 要加水 或者有時候 這個鍋可能想洗的時候 在這裡放一些水還要熱的時候 令到東西不會那麼快乾枯 所以這個系統 有很少很少Condom會做到 通常都是House 或者是很高級的Town House 才會有這個水喉 然後下面這裡 會有很多櫃桶 櫃桶裡面都是兩格 而櫃桶正正方方 金色的Handle 然後裡面還有一個抽櫃 下面那個是大格 我們說到電器的package Panorama Collection 大部份大單位 都會有酒櫃送給大家 牌子是Subzero 其實這次Panorama Collection 它除了用了特別漂亮的櫃櫃 這些門面裝潢的設計之外 它的電器package都是比較高級的 所有雪櫃和酒櫃 都在用Subzero 那些主食的電器都是Wolf的appliances 我們剛剛可以看了酒櫃 裡面就是這樣的 是不是應該有燈光 它沒有插電 有電應該有燈 然後爐頭 還有下面的焗爐是分開式的 Gas爐頭四個是Wolf 下面的焗爐也是Wolf 雪櫃的話就是Subzero的雪櫃 上面是雪櫃 下面有兩格冰櫃 每一格都會製造廚櫃包邊 上面大家也會看到有些冰櫃 上面有一堆玻璃櫃 而且它玻璃得來 它有金色的Handle 還有裡面還有燈條 看到嗎 這裡兩邊都有燈條 這個櫃如果大家用這個廚房 裡面要放得更漂亮 Mirror 不可以雜物這樣塞進去就很醜 然後我們說完這個Linear廚房之後 這邊有個中度 中度的話就有水池 一樣 已經說了很多金色了 大家看到了 一格小的兩格大櫃桶 都是Soft Clothes 洗碗碟機是用了Mirror的 然後呢 下面也有本身Concord 一直都有這些拉出來的垃圾桶 擺清潔用品的那些架 這個金水喉 這個真的很金 是不是 可以拔出來的 然後呢 整條都是金色 這個好像太金 很誇張 是的 這個很厲害 是的 好 然後呢 之後呢 這邊就繼續有一格小的兩格大櫃桶 微波爐 這裏都是跟主食爐的牌子一樣 是Wolf的 是的 就是放在這邊 下面也有一格櫃桶 給大家看看 然後呢 非常點精的 還有就是廚櫃 不是 中度上面的兩盞燈 都是Match 整個廚房的Style 那本身如果大家記得的話 Panorama的collection 它的特色就是單位很大 就是各個1300至1400呎 而且單位大之餘 它是有很大的廚房加客飯廳 所以就可以做到一個比較grand 好像house style living 那我們呢 參觀了第一個廚房 我們不如出去看看露台 我們上一次另一條影片 Bosa Soul House 跟大家分享了Bosa的陽台 基本上是all close up 我們又看看今次Greenhouse的露台 它的玻璃密封程度是怎樣做的 跟Bosa是不同的 亦都跟我們之前分享 Concord Metro Town Oasis的時候有一點點不同的 今次他們用了的是上下拉式的 我做一個demo給大家看 現在是全部拉上去的 其實你如果想開來通風的話 很簡單的 不需要走路軌系統 就是一塊玻璃開 關掉一條不知怎麽好 直接就上下 當然你想開多少片就多少片 所以可以全部都開開散散 就會留下風吹進來的通道 全部密封不會再像之前的系統 有一片漏洞 之前有很多朋友反映過 看到之前Concord宣傳出來的影片 就說它上面是通洞 不知怎麽算 很多那些叫做風進來 其實跟大家更正 它這次Greenhouse這個collection 用了新的上下拉系統之餘 上面都會有一塊固定的玻璃 由天花板下來 所以就算我們推上去 如果全部要密封的話 當然不可以叫全部密封 它始終都是室外空間 所以它做不到all sealed up 你就會見到其實有個重疊位 上面都幫大家擋了風和雨 而且我看見它似乎 我不知道在我的角度和零點 它好像跌下來的玻璃 是低於這個位置最高的 還是一樣 少許 這是下來的少許 還是一模一樣 其實我看不清楚 有少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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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 風 就是下來的這個位置 而不是可以在隙間裡 溢進來 到底它們之間有沒有隙間 是有的 大家可以看到 首先 隙間 除了在上面的隙間之外 它兩塊玻璃中間 都有一個可以放到一隻手的隙間 所以它的密封度 就會是這樣 但它的靈活度 就是全部玻璃上下 或者你不用擔心 萬一我的單位是出租 或者是給朋友住 一個不小心把玻璃弄爛怎麼辦 這就是它這次的設置 全部圍住 而且露台空間都非常大 樓下的玻璃是否這樣 是的 它應該整座都是 總之 今次Greenhouse的項目 露台的燃燃 或者是四季露台 就是這樣 地磚一樣 會幫大家鋪好圖 而且大部份單位 都會做玻璃 即是內場是玻璃 而且是隙間 就會是這些全塘門式 而且今次的塘門 都發覺它用了一個 跟以前 我們平常看到 現在Concord Brandwood 就是收樓 所謂不同的門 為什麼這樣說呢 一來除了是裡面白色 外面是變黑框之外 我推上它的手感 都非常之好 即是順了 機仔研究過 它那條路軌 因為之前是一個實心的門 和軌 經常都會重 很重 這個下面似乎是有點滑 所以令整個推拉的時候 程度比較順滑 外面的擺盤是黑色 然後裡面去推的話 就有一個手柄 這次很順 這次真的不一樣 對 好 現在跟大家看看另外一款 如果大家說 我不喜歡歐式復古的 我喜歡早期的 甚至有少少日本風格的話 有另外一款廚房 給大家選擇 這款叫La Sierra La Sierra 大家會看到 它的整體感覺是早期的 它會像現在的北歐風 和West Coast風格 用多些木色的設計 沒有那麼多金色 同樣 我自己覺得它很日式 但可能是 設計師未必是這樣想的 它這個玻璃櫃 會造成一條條的木條 用一個更新的感覺 裡面都有一些玻璃 所以你也可以看到裡面 而同樣地 跟剛剛Sera一樣 裡面的櫃心 都有一條LED燈 這些板 都可以上下變動的高度 它上面的櫥櫃 就是用這隻 see through style 下面 會用同一種木的顏色 去做這些櫃筒 這些櫃筒 就因為它不是用Sera style 而沒有處理 全部都是有一條槽 你伸手進去就可以 所有櫃筒都有Soft Clothes 你用戴力拌勻 也不用怕 它也是很整齊 這隻Lasero的廚房 做了給大家看 是將Wolf的煮食爐 以及焗爐 放在另一邊 這是另一種Sera style的廚房 好像Pantry Wall 上面是儲物空間 然後我們及腰的空間 就會是微波爐 以及焗爐 我其實喜歡這個Sera style 不過這些不是各個廚房 都是這樣的 同樣地 抄油煙機都是Wolf 電器Package 基本上是一樣的 只是用Modern style 就沒有再做Modding包邊 而是很型的 整個Wolf的抄油煙機 同樣都會有水喉 給大家 這個很型 它做得很平 它是不是應該是這個蓋 應該是這個蓋 它應該是可以 不敢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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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頂壞了 好像是要你擦 要清洗的 我不懂 我叫你不要弄了 這邊也有水喉 當然設計不同了 也是Modern 用銀色的 它的幅度挺大 就是這樣 鑽住了一會兒 真的挺大 我擠了它 這個就是水喉 先放進去 不知道你有沒有通水 應該沒有 沒有 那個爐是否一樣 一鍵在旁邊 那個爐 它不同 是一樣的 那個也是旁邊 都是四個 gas burner 這個特別大的 也是分得很開 30吋 那些鍵在旁邊 這個就因為它分離了 它那個叫做 很常在旁邊 所以它的爐頭下面 直接就可以放東西 有大櫃桶 這個水喉 就做比較正常的 這個我們經常都見 就沒有了 金色很有型 洗碗碟機 應該都是Mila 沒有分別 雪櫃的話 都是木面 然後這個是Subzero 一模一樣 電器package 是沒有分別的 純粹是外觀上的分別 我們去看看洗手間 它製造了一個套房 這個也是一個 不代表任何一個職的房間 純粹給大家感受一下 我們先看看洗手間 洗手間應該是用了LaGero的風格 所以你看到它也是 白色檯面之餘 是木色的櫃 也有大的鏡櫃 長壁都是Tile 看看下面的儲物空間 這個也很普遍 跟之前那些也很相似 然後座廁 然後就是 這個日式的 洗澡風格 是我的最愛 首先你進來 有Shower 它是纖維底座 還有做了一條高的 擋水位 也是配合磚的 來到這裡 很神奇地 它甚至是鋪Tile 它的Tile 一粒小的Tile 但是它也是 做相似的Style 跟外面 它要用心砌 不是 它這些可能 一塊一個 噢 不是 不是一塊一個 它的Pattern是這樣的 是不是 它一下子這樣吸下去 不用一塊塊砌 不用 那就好一點 不然我心想還要砌圖 不就糟糕 然後進來這邊 旁邊就是浴缸 浴缸這邊 也有做同樣Style的磚 這邊浴缸 然後這個Niche 很長一條 給大家放東西 長新的磚都很大塊 你看到這樣是一大塊 兩邊才是小的 長壁的磚都是 這些全部都是大塊 一直做到頂 這邊有一個Shower Head 這個整個是可以炆出來的 可以調校高低 有放毛巾位 不是放那些 洗澡水護髮素位 好 外面都有些勾 還有毛巾架 都會包給大家 這邊就是到頂的毛桿玻璃 這邊是矮一點的 可以透氣的 那廁所的設計就是這樣 這邊呢 又做了一個walk-in closet 給大家 Concord的衣櫃 都會做好一些 好像是訂造的衣� 就不只是給兩個rack 大家可以看到 這些都已經有了櫃桶 這邊有三格大櫃桶 也有開放的 這裏是掛衣櫃的 然後呢 For Panorama collection 你也會有這個褲架 是包起來的 然後下面可以放鞋 還有住室空間 一直到裡面都有 這裏也是三格櫃桶 這個walk-in closet很棒 可以關門 這邊也有掛鏡位 這裏就是睡房 所以我們這些影片 做不到4D給大家 其實是聞到 這裏有了一股香味 超級香 很舒服 這裏是顯示器 不會包給大家 綠色的長子 和這些 木色的背景板 給大家參考 主要原因 為何會做這個風格 就是因為Green House 顧名思義這個建築 它都是坐落在Central Park旁 主要的賣點都是西邊 西北西南的綠色景觀 這裏大家將來可以參考 這裏真的好順 等一下 它的睡房這麼大嗎 沒有的 它會小一點 大家可以預計 到我現在站的位置 這裏是做大了一點 給大家參考 給大家感覺氣氛 但露台真的大 當然要看分跡 這邊就看不同的景觀 露台真的很順 有很多玻璃 玻璃門很順 玻璃門很順 不是露台很順 玻璃門很順 剛剛和大家參觀了 Panorama Collection 那兩種特色廚房 不知道大家覺得如何 我們說這個建築 它是Green House 那個位置 就會在Patterson 旁邊 和Matchel Town 可以走過去十多二十分鐘 亦都可以搭一站Sky Train 它的特點 或者特色 就是它是很近 Central Park 所以你看到 這個建築上面是正北 向西的這個 無論是西北 西還是西南 都會在這個樓 比較Premium 因為它的賣點 可以向Central Park 這邊是西北 當然樓層很高 你什麼都看不到 但如果你落去三十多層 有機會前面 North Facing有一座樓 不過高過去 所以景觀更好 但是基本上 你都會看到西北 山景 慢慢過來西邊 就會是樹林景觀 也會看到遠方 單灘 樓層高 也會看到水的景觀 然後回到中間的單位 雖然它不是Cornet Unit 但其實它的面部 是最舒服的 甚至樓層低一點 因為你直接看著Central Park 那些所有的樹林景 另外一隻單位 西南 就會由樹林景開始 然後有少少City View 所以這三層 會在Green House 這個建築裡面 相對的價位比較高 而且選擇現在都比較少 因為它主要是景觀 記得我們去年開始分享過 Metro Town 現在有很多不同的樓盤 Green House 這個建築 它的定位在這麼多一座樓當中 可以說是最Premium 一來本身的發展商不錯 二來它這次 將這座樓 也定位了一個Premium product 有剛剛說的廚房的collection 它也是現在所有賣的樓盤當中 Metro Town 唯一一個是真的有泳池 如果大家看到它平時出來的 相片都會有這個很勾式 很多玻璃 有個圓拱形 有這些圓玻璃 有些噴泉的泳池 泳池之外 還有Sonna Steam 如果大家喜歡Panorama Collection 選擇很少 由去年到現在為止 只有二十多三十個單位都沒有 就去到七七八八 就算還有興趣買的 可能都要上位置 可以通知Carrie 幫你插隊 好了 開玩笑而已 如果大家考慮的是Vista Collection 不需要那麼Premium 我們實實在在買一個 百多萬左右的兩房 都會有選擇 可以跟Carrie溝通 另外Vista Collection 是四至三十七樓 三十七樓打下 有一個Section 大家還可以選擇 到底是要回普通的顏色系列 還是用剛剛的Zera和Lagero 這個可以跟Carrie談 我會幫你跟發展商說 如果大家的預算是 八二萬至八五萬 想買兩三房的話 就可以考慮這一套 兩房到兩房加Gas和三房 如果大家的預算 基本上想靠近一百萬的兩房的話 其實你都有兩個選擇 東北和東南 他們的兩房單位是小 不過是正兩房 兩間房都是有窗和衣櫃 而且Selling Point 就是有一個大露台 所以室內面積672兩房 700呎兩房 感覺上是比較小的 但大家想像一下 你有露台的空間 多了600呎 還有多了591呎 其實都是很實用的兩房選擇 這個大家可以再想想 有需要就找Carrie就可以了 剛剛說了很多內容 叫大家消化不及的話 隨時可以上我的網頁 在CarriePie.com 我放了所有Panorama 有一個Collection 也放了所有Vista的Floor Plan 還有一些大概有的價錢 給大家參考 也有一個部分的景觀圖 也剛才我看到的 當然你想跟Carrie 約約約時間 想來了解一下 看看Show Room 或者去了解一下 起碼不同單位的面向 我們可以約Zoom 我可以展示給你看 不同樓層不同單位 可以看到什麼景 好 多謝大家